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千多条留言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那很快的时间又来到了每个星期二的网络观察室 那今天想要带大家看一看 首相安华委任鲁鲁依扎出任这个高级顾问 马来网民是怎么看的 那这个新闻不懂为什么在马来社群发酵的好像有一点慢 因为毕竟华社已经讨论的七七八八了嘛 我之前也有拍过两个视频 当然有些网民呢就觉得 我可能没有站在安华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的确我承认我是没有站在安华的角度思考问题 现在他的这个局面呢 可能的确像有些网民所说的 需要找一些信任的人来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 当然我们也要看马来网民买不买账 那安华在这个访问里面呢就有说 奴鲁不可能通过他的权利呢来聚集财富 那这个就是安华的这个表态了 在马来网民身上 那这个贴文呢 长得非常快 五个小时之内已经聚集了 1400个评论 31个分享 还有1800个点赞 那同样的 我把这些留言呢 全部下载下来了 那我用这个搜索热门的这个留言的方式呢 那先跟大家解读一下前10名的这个留言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那怎样判定这个热门留言呢 当然就是通过这个按赞数 也就是橙色的这个数字 那第一名 有202个点赞 那原文我就不念了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啊 我会把那个原文的这个原帖 放在这个影片的描述栏 还有评论区 那第一名他就说 这就是首相的虚伪 不管是什么原因 人民都不杀 他想要人民的支持 但他表现得很好 希望这样的政府早日垮台 很明显 他就是非常不满意安华的 这一个动作 就是委任自己的女儿出任高级顾问 那当然也很有可能 他是国盟的支持者 那借这个机会呢 就是来骂我们的首相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里有202个点赞 那总不可能202个人 全部都是国盟的水军嘛 对不对 那从这里呢 其实还是可以反映得出 有相当一大部分的网民 其实对于安华的这一个动作呢 是不买账了 OK 这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呢 他就说 当说到他自己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可能发生 这里指的他当然就是说安华自己了 就他其实是用一种讽刺的语气 就说安华 讲贪污 自己永远不可能贪污 贪污的永远都是别人罢了 这大概是他的意思了 那这一个评论呢 获得143个马来网民的点赞 那同样的 我觉得跟第一名的那一个言论呢 大致上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种不满的语气 那第三名呢 就只有59个点赞 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 爸爸利用权力委任女儿 看得出他也是不太满意 这一个安华的这个举动了 所以从前三名来看呢 基本上来讲 好像没有太多的马来网民呢 认可安华委任女儿的这个举动 那我们看第四名 第四名有46个点赞 那他说了什么呢 他就说 那些投票给他的人 希望越来越多人赶紧醒过来 那同样呢 他是在呼吁这个安华的支持者呢 要看清这个安华的真面目 就赶紧醒过来 下一次投票呢 就不要投给他了 那很明显呢 可能这个网民呢 也是国盟的支持者 但是他得到46个点赞 这个点赞数明显是 比前三名呢 下降了不少 OK 那第五名 总共有38个点赞 那他就说了 别人会拿奴辱来当跳板 因为他是首相的女儿 这一个评论 我觉得就相对来说 比较的中立 他没有表达情绪上面的不满 他更多的是 比较像是在提醒安华 就是可能奴辱 没有想要贪污的心 但是呢 这个奴辱底下的人呢 可能就会利用 他来升官发财 还有这个是这个网民 第五名的担忧 目前来讲 他好像是暂时 唯一一个 看起来比较中立的一个评论 那第六名呢 就有一点好笑 他就放了这个 不能够买Mercedes 但是能够做直升机 他就是在讽刺 奴辱 虽然你不拿薪水 但是你能够过的生活 能够拿到的待遇呢 就像做直升机那样的爽 OK 那总共有37个人点赞 的确这个高官呢 做做直升机也不为过 对不对 但是为了省时间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当然可能他纯粹只是借业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一些不满 那第七名 总共有36个人点赞 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这个有点长 如果是他的人就全部都不可能 其他人都有可能贪污 他的意思 就让我们鼓掌 他会很高兴 之前抹纱布 用纳吉的贪污案件写的诗呢 现在应该也要叫抹纱布 再写一首诗送给安华 这个网民呢 其实 跟刚刚的也是差不多啦 就是说 只要讲到你自己都是不可能的咯 你永远不会犯错 只要是别人都是一定是贪污的 那他有提到这个抹纱布 就是农业部长 因为之前在竞选期的时候呢 这个抹纱布呢 就有 利用纳吉探务的事件 做了一首诗 在这个公开演讲 公开的演讲上面呢 就 把这首诗献给了广大的群众 所以呢 可能他就想要嘲讽一下这个抹纱布 基本上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也是非常的不爽 OK 第八名 有20个点赞 他就说 我再重复一次 今天胜选 明天降油价 很明显他是在拿安华之前的这个竞选承诺 就是假如我是首相 明天就马上降油价 的这一个 事情呢 来酸安华啦 OK 基本上他肯定也是安华的hater 那就不用多讲了 那往下呢 第九名 第九名呢 他就说 马达尼 OK 马达尼呢 翻译成中文叫做 昌明大马 是安华的这一个口号 也应该算是 团结政府的这一个口号吧 那他就说这个马达尼呢 就是一个缩写 他的这个缩写就是 Majikan Anwar dan Anak Nuru Iza 翻译成中文就是 其实是安华和努辅的私人公司 这一个网民很有创意 不过他还是在骂安华哦 就有一点点伤心 OK最后一个第十名 总共有十八个赞 他就说 他就问 这个网民哦 他说 你认为 Nuru Iza 如果想要拿东西时 会征求人民的同意吗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 如果有贪污的话 他也不会问 事先问人民哦 他要拿 他就直接拿了咯 就不会说 因为没有薪水 然后就不贪污 他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OK 所以 我觉得从前十名的留言来说 基本上只有这个第五名啊 是真心为安华着想的 他就说 别人拿Nuru来当跳板 OK 那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得出 从这个前十名的这个留言来说 的确 马来网民呢 他们是不买账的 那 可能我们在华社这边讨论的时候 可以非常坚定的站在安华 还有团结政府的这一个立场来说话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倾向 但是呢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有足同胞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毕竟在马来西亚 还是有超过60%的选民呢 是有足同胞 是马来人 那如果 广大的马来人不买账呢 我们就算全体华社都站在安华这边也是 啊 于事无补的 这个 啊 大选呢 还是会非常的艰难 所以呢 啊 才会想要通过这个 每个星期二的网络观察室 带大家聊一聊 啊 了解一下 这个马来网民到底在想什么 啊 以上 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呢 安华能够 啊 步步为云 啊 确保了团结政府的稳定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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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